尽管国盟政府上台后多次誓言权力速贪 不过公务员贪污案却屡见不鲜 五名政府官员涉嫌和外人串通 组成不法集团 收取贿赂和利用政府部门的电子采购账户注册 协助巴生谷一带的公司非法获取土著地位 目前共有九人延扣六天协助调查案件 与此同时 霹雳州一名文化部门前官员 涉嫌收取14万9千令吉的贿赂 今早在以保地庭面对三项哄撞 不过当事人否认一切罪名并获准保外获胜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反贪会今早将九人押上不成推讯庭申请延长扣留 根据马新社引述反贪会消息指出 这个由政府官员和外人组成的部法集团 从2017年开始运作 并向巴生谷一带的公司 除了收取数十万令吉的贿款 也滥用电子采购系统 让业者非法获取土著公司地位 落网者年龄介于30到47岁 当中五人是某个政府部门的官员 目前反贪会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16-A-B条文 也就是收受汇款罪名调查案件 并将九人延扣到下个星期三 在霹雳州方面 一名曾经在霹雳州秘书署文化部门任职的官员 面对三项控状 被告被控在2018年和2019年期间 分别三次以不同管道 收取总共十四万九千六百令吉的贿赂 因而抵触刑事法典165条文 公务员不得接受贵重物品或礼物罪名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判监禁不超过两年 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当事人否认有罪 并获准以两万一千令吉保外候审 同时定时需要向霹雳州反贪会办公室报道 案件则定在下个月19号过堂 另一方面 彭亨反贪会则严扣一名官单市议会助理工程师 这名41岁的公务员 涉嫌利用职权自行提供折扣优惠给某家公司 从中谋取利益 因而抵触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 23烂权条文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20年 或罚款不少过汇金的五倍或一万令吉 法庭允许反贪会扣留这名公务员到下个星期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